从前有对老夫妇 有一天老爷爷尽身执柴 老奶奶到河边洗衣服 老奶奶突然间见到一个肚 顺流而下不断地翻滚 非常之惊奇了 天哪,这个肚真是大了 老奶奶说道 她高声地叫着 来这里了,肚仔,来这里了 肚竟然翻滚着向它飘过来 老奶奶用力将肚拉到岸上 将肚抱回家 老奶奶拿出个肚子给她看 这么大的肚子,其实都令老爷爷大吃一惊 这个肚子真是不错,还等什么呢 让我们来试一下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老奶奶说到了 老奶奶手中的尖刀刚刚碰到肚子 肚子就一下子一分为二 里面竟然爬出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 两位老人家,无依无侣 看到的小朋友起穿望外 他们就说到了 这个真是天赐的幸福啊 老奶奶问到了 那帮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老爷爷就说 她从肚子里面变得来 就叫她桃太郎了 真是好主意啊 老奶奶说了 桃太郎越长越大 有一天 一个来自城市店主带来的不幸消息 城市里面最近魔鬼出没 他们摧毁我们的家园 盗洩财物 整个城市都鸡犬不灵 桃太郎听到这里 站起身就说了 我要赶走这些魔鬼 老奶奶给了个小布袋 里面装满了小米饭团 等她一路上吃 这些不是普通的饭团 只要吃一个 就可以获得十个人的力量 吃两个 就可以获得一百个人的力量 吃三个 就有前夫获党的力量 桃太郎将布袋 绑在腰间 就说了 我走了 路上要小心啊 老夫妇叮嘱 她们一直目送桃太郎远去 桃太郎在途中遇到一只飞奔的小狗 桃太郎 桃太郎 小狗就说到了 你带的饭团给我吃吧 桃太郎就给了饭团 桃太郎祝得了 桃太郎给了她 她们 桃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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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太郎就说到了 你带个饭团给我吧 桃太郎就给了饭团 猴子很高興就說到了 我現在就是你忠實的伙伴了 屠太郎、小狗和猴子一起前行 遇到一隻山雞在路上滿山前行 屠太郎屠太郎 山雞就說到了 你帶的飯糰給我吧 屠太郎就給他一個飯糰 山雞就很高興地說到了 我現在是你忠實的伙伴了 他們四個一起來到海邊 借了漁夫的船前往了惡魔島 他們登島後直徑前往惡魔城堡 但是城堡大門緊鎖無法開啟 山雞就說到了 我可以飛過去的 他們兩個一起從裡面把大門打開 魔鬼聽到開門聲之後衝了出來 揮舞著棍棒發出了很可怕的叫聲 小狗一口咬著惡魔的腳踝 猴子用力捉著魔鬼的臉 惡魔很痛苦地叫了 走死我了快點停手 過了沒多久 惡魔之王現身 他氣急敗壞地叫到了 你都敢叫自己做惡魔 他一下子抓住屠太郎 把他從島上扔進海裡 但是屠太郎吃了一個飯糰 很快就輪到惡魔之王被扔進海裡 惡魔就說到了 我們保證不會再去城市和作聯 我們會管好自己 惡魔他們道歉 並且歸還所有偷竊的財寶 屠太郎把所有的財寶推進車 小狗一邊拉一邊叫了 嘿喲 馬鈴仔一邊退一邊叫 嘿喲 山雞拖著繩一邊叫 嘿喲 他們一起把車拉回到城市 後來大家都過著幸福平靜的生活 好